基督教要义每日灵修 弥撒带给人的第三大祸害 是叫人忘记基督的死是一次的永远有功效的 基督的死是真实且独特的一次的且永远有效 而弥撒却说他不断地受死被献上 众所周知的是 遗嘱发挥功效必须等到留一命的人死了 照样我们的主借自己的死确认他的遗命发生功效 已经赐给我们赦罪和永逸 然而那些人善感修改 将新奇事物加添在这遗嘱上 弥撒就是否定基督的死是一次永远的 将其独特成就的果效废弃了 弥撒岂不就是新发明的遗嘱 与圣经所说的完全不同吗 天主教在弥撒中向人应许新的赦罪方式 以累积功德来得着称意 每次弥撒就是遗嘱生效 以至于死亡遗嘱的次数与弥撒的次数一样多 这样基督被说成来临无数次 受死献祭无数次 并借着在无数的弥撒中不断的死 使无数次的遗嘱生效 事实上基督必须借着无数的死亡 使无数在弥撒中的遗嘱得以批准 由此可见 弥撒是基督的一次受死 只永远功效 荡然无存 而且弥撒的教导说 基督必须重新不断的死 多次献上 多次受苦 这是何等悖逆的亵渎 西伯来书作者已经指明弥撒说法的错谬 假若基督需要多次地将自己献上 那么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 无论教皇党徒如何辩解他们的动机 弥撒的谬论是不敬虔和邪恶的异端 虽然他们多次便说 弥撒献祭是无血的献祭 我们坚持说人的说法 不能改变献祭的本质 因为神设立的献祭赎罪 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圣经明确教导我们 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 西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 献祭赎罪必须流血 这是不能改变的准则 弥撒的第四大祸害 是剥夺了基督的死所 带给我们的益处 因为弥撒拦阻人承认于 默想基督的死 所已经成就的果效 当人们在弥撒中 看见新的救赎 他们就不会相信自己是 借基督一次的死 得到永远果效 已经蒙救赎了 当人听见有新的赦罪 在弥撒中 他就不会确信自己的死 已经得赦免了 天主教狡辩说 人们在弥撒当中 得蒙赦罪 是因着赦免 早已借基督的死 被买赎了 其实这不过是夸耀说 基督对我们的救赎 完全必须倚靠 我们救赎自己 借着弥撒作为生效的条件 这就是撒旦的牧者 所到处传扬的 神人合作信息 并且以他们咒骂 刀剑火刑 逼迫反对的人 教皇党徒在弥撒中 将基督向父神献为祭 借此弥撒行动 为他们获得赦罪 也使他们参与基督的受难 所以他们也有功德 然而 此一段谬论所说的 不过是以基督的受难 作为榜样 教导人们相信自己 借着弥撒救赎自己 但是基督设立圣餐的目的 并非要我们献祭赎自己的罪 乃是纪念且确信 我们以蒙赦罪 主吩咐我们默想 祂为我们一次献上 就已经完成了永远赎罪 除去了罪恶 平息神愤怒 我们单单明白基督是唯一的祭物 还是不够的 我们必须同时相信 只有一次的献祭 使得我们的信心 专靠基督的十字架 不依靠人为的彼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